Hello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講講印度用人民幣買俄國的煤炭 印度都不喜歡中國,但它都從現實出發解決問題 另外也想講講,前新加坡外交官講到 小國的生存有三條鐵律 而烏克蘭和台灣全部都犯錯,違反了這些鐵律 俄司宣布,它已經控制了烏克蘭東布勞金斯克的最後大城市尼西昌斯克 車臣特種部隊在尼西昌斯克市政大樓門口高舉旗次慶祝 至此烏克蘭國民衛隊否認尼西昌斯克淪陷 但美國智夫戰爭研究所也認為尼西昌斯克已經遭俄軍控制 戰爭研究所最新的戰報說,烏克蘭已經執行戰略性撤退 俄軍在7月2日佔領尼西昌斯克市 而最新的監控影像發現俄軍的士兵已經在尼西昌斯克市內隨意走動 顯示城內幾乎已經沒有烏軍的士兵 美國智夫戰爭研究所在研判 俄軍可能在未來幾天控制盧金斯克剩餘的領土 之後就會轉向進攻頓尼西昌斯克州西圍以斯克市的烏軍陣地 俄羅斯的烏東輔助成立了盧金斯克和頓尼西昌斯克兩個共和國 當它全面控制盧金斯克之後就要收復頓尼西昌斯克 對烏克蘭來說,烏東全面失陷將是無可改變的事實 也的確看不到這場仗打下去,烏克蘭有什麼機會贏 小國在美、中、俄這些大國之間怎樣生存 的確是一門藝術 印度雖然有14億人口 但論實力與中美俄三大國不可比擬 它就有很現實的一套生存方式 印度不止狂買俄羅斯的能源, 還用人民幣找數 6月19日,印度的最大水泥廠超科集團 從俄羅斯西伯利亞煤炭能源公司 購買了價值大約1.72億元人民幣的煤炭 最特別是,這次交易是用人民幣支付 根據印度一份海關文件顯示 印度超科集團這次買的煤炭總量大約15.7萬噸 向俄羅斯支付的金額就是1.72億人民幣 相關貿易人士透露,這批破物銷售 是由俄羅斯西伯利亞煤炭能源公司 位於杜拜部門安排的 他們還說其他公司都是用人民幣支付購買俄斯煤炭的訂單 印度政府人士說,這種情況以往非常罕見 但由於西方對俄羅斯制裁 之後就會越來越頻繁用這種方式交易 外交估計俄羅斯是要求不要收取美元, 而是收取人民幣 但為何不收印度的盧比呢? 主要是擔心盧比有貶值風險 而印度為了買俄羅斯有折扣的能源, 亦樂於配合 印度和中國並不友好, 但做生意有需要 用人民幣付錢就並不抗拒 一個在新加坡從事外匯交易的業內人士說 這件事意義非凡 他做了25年這行, 都未聽說有印度實體 會用人民幣支付國際貿易訂單 這個舉措無疑是對美元的打擊 將來越來越多涉及俄國的交易會用人民幣來結算 一方面可以令俄羅斯繞開西方制裁的影響 另一方面, 這種趨勢將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並且撼動美元在全球貿易中的主導地位 講到小國的生存, 新加坡情外交官馬海錫 在他去年出版的《中國贏了媽書》裡 就有很好的內容講到這個問題 馬海錫在出版台灣中文版的時候 特別寫了一個給台灣人看的罪 講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地緣政治三鐵律 第一個鐵律是, 大國不會容許在他周邊有敵對勢力的存在 民主大國或威權大國都一模一樣 當年小島國家格林納達 在1978年落落左翼領導人不下領導的革命政府手中 美國加達政府並沒有採取行動 但是到了保守的列根政府上台之後 列根總統就決定在1983年10月攻打格林納達 剷除不下的政府 格林納達是屬於英國國協的一份子 理論上受到英國保護 但是美國在出兵前不足12小時 才通知英國手上戴卓爾夫人 83年10月 離合國安理會 辯論美國入侵格林納達事件的時候 馬海錫作為新加坡外交官就在現場 大多數國家支出 美國這樣入侵行動違反國際法 安理會亦表決譴責入侵行動 在表決的時候, 英國棄權並沒有投票 國際社會有反對美國入侵的強大聲浪 但就毫無作用 當年入國大會以108票對9票 表決通過反對美國入侵格林納達的時候 美國列根總統被問對這個決議有什麼看法的時候 列根就說 一切都沒有打亂我吃早餐的慶祭 當大國要剷除枕邊的人的時候 沒有人能阻擋他 馬海錫提出另一個例子 1961年, 印度入侵小國國安 當時美國總統金賴迪和英國首相麥米倫 懇請親英的印度總理尼克魯 不要入侵國安 但尼克魯充以不民 美國、英國、印度三個國家都是民主國家 但情況沒有什麼不同 馬海錫說到第二條鐵律就是 但大國的選擇總是以自身國家的利益為優先 美國在冷戰時期和蘇聯對抗的時候 就將這一點自然得清清楚楚 美國有一個選擇 它要摸就是與民主的印度結盟 要摸就是與共產主義的中國建交 結果美國選擇了中國對抗蘇聯 馬海錫說 台灣有很多人可能相信 美國將會一直支持民主的台灣對抗共產的大陸 但過往的歷史顯示 價值觀沒有國家利益那麼重要 他說 在美國總統小布什領導下 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 美國發現他需要中國的協助 來移除聯合國安理會 對戰後美國控制的伊拉克制裁 美國才可以從伊拉克輸出石油 當時中國真的對小布什政府伸出援手 而小布什政府可能的交換條件 就是對陳水邊施壓 要他不要推動獨立 這件事在不久之前的2003年發生 顯示了當民主的美國撇稅與中國合作時 對台灣的利益 他亦隨時可以犧牲 馬海錫更加舉出歷史上一個有名的例子 說西方是很悠久的傳統 當重大危機爆發時 可以與不具有西方價值觀的國家合作 西方對地緣政治利益的冷耗計算 一向勝過任何道德或倫理的考慮 歷史學家南希薩瑞爾 就描述過1942年8月 即是遇似大戰最暗淡的一刻 英國首相邱吉爾 與蘇共領袖史太林共進晚餐 起餐桌上 史太林就提到了 即使面對戰爭的壓力 亦比不上他強硬的蘇聯農民 接受集體農場政策時所面對的艱苦鬥爭 他說當時有好幾百萬的富龍被消滅 邱吉爾本人其實是歷史學家上身的 當時他腦海中閃過艾德蒙伯克的名言 如果改革不符合正義 那我就寧願不改革 但身為政治家的邱吉爾 無實地想想 鑑於戰爭需要,要團結史太林 還是不要唱那麼多道德高調 不要說這些話,不要得罪史太林了 馬里實說,這個故事引人大笑 說精明的老狐狸邱吉爾就此露出原影 當共和敵人希特拉出來的時候 邱吉爾這麼狡猾 不拿道德高地去冒犯史太林 這個故事證明了地緣政治的第二條鐵律 價值觀沒有國家利益那麼重要 而第三條鐵律是處於大國周邊的小國 必須掌握先機,時時保持敏感度 他說加拿大就是一個好例子 加拿大七大公共國組織 即是G7成員國之一 是獨立國家 但它作為G7成員 其實是美國提名的 所以加拿大很明白 絕對不會跟美國的重大利益作對 加拿大和美國對加拿大附近的西北航道 是不是加拿大的領海有爭議 沒有覺得那條是國際海峽可以隨意通過 加拿大就覺得是它的領海 1988年,兩個談判達成北極合作協定 允許美國軍艦在取得加拿大政府准許後 可以通過西北航道 但美國仍然隨意為之 2005年底 美國核潛艇未經告知加拿大 就穿越航道為反之前的協定 美國根本沒有種協定當作一回事 加拿大亦不敢反抗 馬爾什有指出 在中美地緣政治確立的情境中 加拿大亦顯示出對美國的高度敏感 例如孟晚舟事件 事實上亦有些加拿大人強烈要求加拿大對美國說不 例如加拿大前任外交官佛勒說 他認為一個政府的首要責任 是照顧好公民的健康和安全 外交政策不是要討好特朗普 佛勒就和19個前任國會議員和外交官 聯署致任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促請他釋放孟晚舟 但加拿大的處理 顯示加拿大準備犧牲本身的利益 以滿足鄰居大國美國的利益 加拿大已經不是一個小國家 仍然如此 小國仔細研究古今的地緣政治 幫助自己走出一條精明明智的道路 馬爾什說自己有幸生於新加坡 新加坡外交部門服務了33年 明白到小國如果了解地緣政治的勢力 正是發生什麼大變化 就可以安然生存 馬爾什寫這篇罪言 是想提醒台灣希望台灣小心 安全挺過中美地緣政治角力掀起的浪潮 馬爾什寫這篇罪言 寫在烏克蘭戰爭之前 但不單止對台灣合用 對烏克蘭更加合用 如果烏克蘭知道這三條 應對地緣政治的鐵律 跟著來做 就不會落到這樣的下場 如果他知道鐵律第一條 俄羅斯作為大國 是不容許身邊有敵對勢力存在 他自然就不會容許烏克蘭去威脅他 第二 俄羅斯作為大國 只要基於自身的利益行事 就會展示烏克蘭對他的挑戰 而美國作為大國 要基於自身的利益行事 不會派兵為烏克蘭打仗 一開戰 烏克蘭只能靠自己 第三 作為小國 要對地緣政治敏感 烏克蘭應該深明俄羅斯的關切 不要走去加入北約 挑動俄羅斯的利益 結論是 烏克蘭一個小國 去挑戰俄羅斯 只會自取滅亡 如果堅持將仗打下去 國土一串串流失 人命不斷傷亡 都不知為什 而這個結論 也可以加在台灣身上 美國瞄準中國 視中國為威脅全球霸出地位的競爭對手 台灣走上台陸的道路 走去附和美國 挑動大陸 也只會自取滅亡 其實過去在香港 激進反對派走去挑戰中央 情景都一樣 結果都是引火燒身 小國小地方 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 才可以在巨人格逢中生存 可以看到我李童、盧永雄 巴士的部團隊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我會在那裡跟大家分享 採訪國家領導人出訪七十多個國家的點滴 以及外交新聞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 不過我們在YouTube頻道這邊的節目也不會減少 我們巴士的部投入很多資源 盡力為大家製作多些好節目 我們很需要你的支持 希望你能支持巴士的部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點擊石樓台連結 就可以瀏覽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內容 另外也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網站也可以找到石樓台 請大家去石樓台看看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大家